最近好 与人们大家好 我是飞龙 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3月25号的复盘 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短片板高度以及市场相关的热点主线 今天来看的话呢 短片板高度增加到高板的一个八板的一个高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但是什么四五六七全部都是断板的 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的一个高标之外呢 整个市场呢 是处在一个什么标准的一个退潮期 只不过呢 这个票是属于相对来说比较腰的 然后的话 总体呢 打到一个半点高度 第二个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什么呢 首先大家明显调料 现在的板块核心 如果之前的市场的主线呢 是碳中和跟刺新 现在的主线呢 刺新和其他 这个无论是八板的一个高度 包括手板的一个 今天手板的一个什么地天板的 包括什么 包括五盘拉的一些 这些刺新相关的一些表现 刺新已经成为目前市场的一个核心所在 这个呢 我们在一周之前已经和大家讲过 刺新走强的一个四个逻辑 可以参考一八年的什么 这一轮行情可能说就参考一八年的 包括贵然啊 万兴啊 华峰啊 对不对 参考那一波的一个走势的 相对预期还是比较高 包括昨天尾盘拉板 包括今天尾盘又拉板 市场的一个预期比较强 这个是刺新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碳中和 碳中和这里给大家重点强调一下 两个方向了 我昨天前天给大家讲的 刺新的方向是两头 一类是高标 一类是什么 一类是低位的一个性价比 今天市场又发生了新变化 今天的一个市场新变化 碳中和的重点再拿个 一个在反包 一个是在低位 这个中间断板的这些票 明天断板的这些票 中间肯定 不不能说肯定啊 我说的太绝对了不好 大概率会出现什么 首先反报的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可以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是低位新起来的其他的题材 包括这个收藏货币啊 包括这个休闲啊 包括这个知识产权啊 包括这个煤炭 这一类都属于什么呢 这一类都属于这个 其他板块 碳中和以及次行调整完工呢 低位的一个什么 低位试图资金做的一个高低切 试图做的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题材 相关的一个方向 那么重点 目前的重点呢 肯定说还是围绕着次行 围绕着这种碳中和来展开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些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涨停相关的一个数据 今天涨停相关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涨停相关数据呢 并不是特别的一个好 但是从总体来看的话呢 也不至于特别的一个差 总体是属于一个什么 总体是属于一个退潮期 但是退潮期优胜跌台也走出来了一些什么 也走出来了一些比较强势的联版的一个品种 那么最后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 今天的一个早谈呈现出一个大幅的一个杀跌完购 这个主要是外围市场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利空嘛 对不对 外围消息面的一个利空比较多 包括美国的一个大店 第二点 我们关于指数的走势 我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 还是这样的 二次探底过后的一个反弹 这是什么 第一次杀跌 反弹 杀跌 再反弹 这个反弹继续往上 二次探底 往上反弹的一个概率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什么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点的 第三点呢 和大家梳理一下 接下来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资金方向啊 第一个 刺新 刺新肯定是什么 刺新肯定是 包括刺新加 刺新加的各种题材 刺新加热点啊 刺新加碳中和啊 刺新加那个钢铁煤炭等等 刺新加这个肯定是出点关注 重点你参考18年就行了 没经验的 你就看贵然 看那个万星 看那个中车信息 其他是怎么走的 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明天要关注什么 反弹 今天断板的这些票里面 明天大家就首先要走出一批反弹的品种 作为什么 作为一个要点所在 还有一个第三个 可能是一些低位的新题材了吧 各种各样的一个新题材 低位套利的一个题材 好 以上是今天的资本 感谢大家的声明话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